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晒出判决书 称这是最终的公正 终审判决 蒋敬夫二度败诉 法院部回蒋敬夫解除经济约诉求 并维持一审远判 蒋敬夫经济约仍属唐人 蒋敬夫赔偿唐人损失200万元 案件回顾 2015年8月7日 蒋敬夫向唐人发出简约律师函 要求于2015年8月7日解除双方之间的经理人合约 称唐人在提供演艺机会和推广服务上未能尽责 拖欠演艺酬劳 为提供有助演艺发展的培训包装等服务 并要求公司向其支付演艺酬劳155.16万元 并承担 唐人方则反诉蒋敬夫 称其在合约旅行时 单方面宣布解约 此言以他为主角投资的电视剧云之反 并自行对外签订演艺合约 都造成公司损失 唐人对此要求蒋敬夫进行赔偿 并要求其承担诉讼费用 2015年10月20日 蒋敬夫起诉唐人违约一案 在北京市朝阳法院一审开庭审理 邓文迪与21岁男友度假备拍 阳台大秀完美好身材 有网友在微博删出一组 邓文迪与21岁男友在STbox度假的照片 途中邓文迪身穿比基尼 而男友赤裸上身 两人大秀完美好身材 1月3日 有网友在微博删出一组 邓文迪与21岁男友 在STbox度假的照片 途中邓文迪身穿比基尼 而男友赤裸上身 两人大秀完美好身材 邓文迪 小男友手机不离手 邓文迪以一席华贵的黑色礼服 亮相上海大舞台 没有任何嘉宾 他将经典歌曲一一唱来 邓文迪又唱又跳活力十足 虽然脸部略显圆润 但身材依旧较好 近三个小时内 现场响起烛光里的妈妈 天之大 渴望绿叶对更的情谊 诺言 亚洲雄风 神的传说 丢手卷等红遍 大江南北的金曲 以及电视主题曲 并引发全场大合唱 他坦诚老歌 能引发观众共鸣 让他们全身心释放自己 所以他决定一首新歌都不打 留待其他场合再唱 从亿三十一年的毛阿敏 曾许怒将奉上一场开开心心 充满希望的演唱会 如果听了苦情歌 渴望哭哭啼啼 我负责把大家都笑 果然 现场他与粉丝互动频频 你们想我吗 我本来想唱足五个钟头 陪你们一起跨年 呀 他与上海女性的风情斗晓全场 对于歌迷来讲 毛阿敏这三个字 在中国可谓是家与酷晓 从一场成名的思念 到万人空向的渴望 无论你处在华语音乐的哪个年代 无论你在哪里 你都曾听说过他的名字 听过他唱的歌 想想一下 每当电视晚会 毛阿敏穿着礼服出现的时候 你妈会不会还正在看报纸 又或是晚连连的你爸 你们家毛阿敏出来啦 这样的场景自估在无数的家庭都会发生 而对于这些家庭的孩子 也自然都会跟着哼唱毛阿敏的歌曲 如今毛阿敏仍然在唱歌 他还是你就是记忆中 日谈大姐大的模样吗 日谈大姐大毛阿敏 邓文迪与21岁男友度假备拍 阳台大秀完美好身材 有网友在微博删出一组 邓文迪与21岁男友在 STbox度假的照片 图中邓文迪身穿比基尼 而男友赤裸上身 两人大秀完美好身材 1月3日 有网友在微博删出一组 邓文迪与21岁男友 在STbox度假的照片 图中邓文迪身穿比基尼 而男友赤裸上身 两人大秀完美好身材 邓文迪 小男友手机不离手 邓文迪21岁小鲜肉男友 身材好棒 两个人都很养眼 从背影看不出两人的年龄差距